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午 然后第一项呢 周末 第二个是下一次 第三个是晚上 都是不正确的 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 星期天也 iraseyo 星期天也工作吗 irada 工作 然后他说不 星期天呢 不工作 怎么说 休息 怎么说 需要有 虚打是休息的意思 需要有 答案是二 一呢 是收下 第三呢 是结束 第四个呢 是度过 都是不正确的 然后看一下第六到第八题 选一个与话线部分 意思相同的 话线部分意思相同的 他说 第六题 你和谁一起来呢 누구하고 같이 一起 的意思 他说和弟弟一起 함께 왔어요 함께 跟 같이 是同样的意思 一起的意思 함께 같이 二呢 再次 三是真的 四现在 都是不正确的 看第七题 第七题 第七题 今天也 时间有 没有时间吗 今天也没有时间吗 然后回答的人说 미안해요 对不起 今天也 너무 太 怎么样了 看一下 一 アップ的 病了 不正确的 第二个 晚 晚也是不对的 第三个 今天也特别忙 忙 很忙 没有时间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答案就是三 第四个 悲伤 是不对的 看一下第八题 韩国語 언제부터 从什么时候开始 공부했어요 从什么时候开始 学习的韩国语 공부하다 跟这一项一样的是 从去年开始 常年부터 怎么样 공부하다 一样 学习 怎么说 배우다 공부하다 배우다 都是学习的意思 一 是上 上学 或者是去公司的意思 谈你的 不对 第三个是问 第四个是准备 都是不正确的 然后看一下 第九到十二题 选一个可以放在括号里的正确一项 第九题 是 気象之处啊 黑哟 季节 喜欢季节 喜欢什么季节呢 怎么说 不正确 喜欢什么季节 第一是正确的 第二个呢 是我 是代词 是代指一个东西 是指 第二项是不正确的 第三是谁 第四个是什么时候 都是不正确的 第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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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呢 是几个人 名也 有四个人 我们家有四口人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后边加上了 名的话呢 就要表示数量 表示数量的时候呢 就要用 例名 其实如果说单纯数数呢 是一 二 三 四 那时候呢 是用 一 那个时候用 然后如果后面没有这个量词呢 没有这个直接说 一 二 三 四 那个时候呢 也可以用三 但是后面有这个 名 名的时候呢 就要用二这一项 要把这个背过 然后这个第四项 是什么 就是第四的意思 也是不正确的 答案呢 就是二 看下第十一题 十一题 明天呢 不要忘了 カメラ 是什么 相机 一定怎么样 カラタセヨ 换成 第二个 帮助 第三 カジョ セヨ 一定要带来 第四个 进去 答案是三 一定要带来 第四个呢 サゴリ 是什么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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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跑 在十字路口 从在十字路口呢 オルンジョグル 像右 从在十字路口 往右什么 rakā 刚才 第二个呢 是迅速 第三个呢 是 갑자기 突然也是不对的 第四个 ドッパル ドッパル 是什么 静止的意思 ドッパロカダ 一直往前走 我们要记住这个表达方式 ドッパロカダ 一直往前走 答案就是4 下面呢 看一下第13到15题 是选一个放在括号里的正确的一项 我们看一下 图书馆怎么样 图书馆 看书 肯定是在图书馆看书了 在图书馆看书呢 是用哪个呢 答案是3 是表示在某个空间里进行某个动作 图书馆 表示场所 答案是3 这个非常简单就不说了 第四个 昨天我在平均什么 我收到了信 是表示 冰语 表示冰语的是哪个词呢 拿到了信 表示冰语 答案是2 然后第15题 내일은明天 怎么样啊 오늘什么 따뜻 更暖和 与今天相比 肯定是明天呢 跟今天相比 更暖和 跟今天相比 就是 오늘 puda 跟今天相比 这意思 puda 与什么什么相比 慢是只有 第二个图 是也 第三个 がき 是到什么什么为止 答案是4 看一下 16 16题呢 是选一个 放在括号里的 正确的一项 지금 어디에 かよ 现在去哪 然后呢 他既然问了 现在 那就说 시장에 怎么说 시장에 かみ니다 现在去市场 かいげよ 第二个呢 是表示意愿意志 我要去市场 是不正确的 他只是单纯的 一个叙述句 问你去哪 我去市场 然后请去市场 也是不对的 去了市场 也是不正确的 市场也是不对的 用的是现在市原文 而这呢 第四项呢 是过去市 所以答案就是1 然后第17题 たりがあっぱよ 你的腿疼吗 他说 あによ 不 那肯定就是不疼了 不疼怎么说呢 あんあっぱよ 在哪里呢 す あんあっぱよ 这个呢 きり大是什么 常 不常 都是不正确的 答案是4 看一下18题 18题 ねいショッピング ショッピング 是什么 购物 明天 ショッピング 怎么样呢 然后他说 トゥアヨ 好 ショッピング カプシダ 让我们一起去吧 所以呢 肯定是询问 对方的意见 明天要不要去购物啊 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 怎么说呢 かいかよ ねいショッピング かいかよ 去购物 怎么样 答案是2 かさよ 也是不对的 时代完全不对 かくいさよ 也是时代不对 かじゃなよ 也是不去 询问对方的意见呢 おいがよ 是什么 询问对方 答案是2 看一下19题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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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来吗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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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人回答说 一会儿 外面 一会儿外面 肯定是 他现在在外面 现在出去了一会儿 然后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是不正确的 是表示 做过什么什么事情 比如说 去过韩国 吃过泡菜 这个呢 是用阿拉伯的 并不是用在这里的 然后呢 是 ながやとよ 应该出去 也是不正确的 ながんごかったよ 第三项是正确的 好像 たんがんぱっけながんごかったよ 他好像现在呢 出去了 在外面呢 第三是正确的 第四个是 りょうごはだ 是什么 想要 想要出去 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现在 已经不在这儿了 说明呢 他已经在外面了 答案是3 看一下第二十 到二十二题 二十呢 是おぜ おぜ 注意事態 昨天和朋友 做什么了 然后他说 よんわど 怎么样 パプド 怎么样 看了电影 然后吃了饭 表示两个动作 是持续进行的 动作的先后 是什么 よんわど ぼーごー パプドモース 既看了电影 也吃了饭 然后呢 这个要注意 ももはぐ ももはだ 表示前后 两个动作的 连接 然后呢 并列 然后那个パス 是表示原因的 不对 这个呢 きまん 标喘者 这个呢 にっか 也是表原因的 不正确的 答案就是1 然后看21题 21题呢 是现在去 じいこんかどてかよ 现在 现在走 也可以吗 約束き 答 有约会 いっさそう 要表示原因 因为我有约会 所以我现在走 可不可以 然后他说 ね 他说 可以 約束き 怎么样的话 就 もんざかせよ 如果你有约会的话 你就先走吧 如果 表达如果 怎么说呢 いっすみん 如果你有约会的话 就先走吧 答案是1 然后呢 二是 即使 不正确 有约会 或者 表示选择 其中一项 也是不正确的 第3 第4个 おそ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我有约会 我要先走 可以 但是并不能用于别人 所以呢 答案是1 看一下22题 22题 来西个 喝掉色 是什么 喝的 是什么 阴 天气有点阴 发的 是什么 大海 才 안 보여요 不一大 是看 因为天气有点阴 所以呢 大海呢 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呢 来西个怎么样 很本头 哇 肯定是 来西个怎么样 再来一次 那就是 天气好的时候 再来一次吧 那就 来西个 因为天气好 所以再来一次 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 来西个 什么什么的时候 天气好的时候 再来一次吧 今天天气不怎么样 下次再来 答案是3 第四呢 因为天气好 所以再来 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天气呢 是不好的 因天 答案就是3 看一下23 24题 是选化线的部分 有错误的一项 看一下23题 母亲怎么样 是什么 点心 吃点心 吃点心 对妈妈应该用 静语 吃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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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怎么样 在房间里 休息 睡觉 睡觉 对父亲用的 静语呢 茶道的静语 是什么 住虫 所以应该用 住虫 睡觉 房间 睡觉 睡觉 所以茶 睡觉 是不正确的 答案就是2 看一下3 3呢 是 也是爷爷 爷爷在 客厅 里面待着 いた 的静语 是什么 所以呢 也是正确的 第四个 奶奶也应该用静语 怎么样 她喜欢花 床 床 床 所以 床 也是正确的 答案就是2 茶 大 静语 是 虫 虫 所以应该用 虫 虫 虫 答案是2 看一下 24题 24题 离这里呢 不是太远 所以呢 是怎么样 走着去 这个呢 是没有错误的 第二个 昨天的衣服怎么样了 很薄 昨天的衣服穿得太薄了 所以呢 都感冒了 第二个也是没有错误的 也是没有错误的 表示原因 第三个 在地铁里呢 普通怎么样 听音乐 或者是看书 这个呢 表示选择 其中一项的时候呢 不应该用 直接用 就可以了 用它的原型 去掉它 然后加上 就可以了 答案是3 是形态 有错误的 这个是正确的 第四个呢 这个也是正确的 天气有点冷 所以呢 关上窗户吧 第四个也是正确的 答案就是3 看一下 二十五 二十六 是要选 放在 问句 括号里面的 正确的一项 然后他会先问 지금 모헤오 现在做什么呢 책상은 怎么样 책상是什么 桌子 책상은 怎么样 他问他现在 正在做什么 肯定要回答 正在做什么 就用 고 있다 那就是 만들고 있어요 答案是几 答案是4 만들고 있어요 有一点 怎么样 但是呢 我是一定想 给他做一个的 这个呢 좀 怎么样呢 괜찮다 是什么 没关系 不正确的 虽然 这个 다르다 也是不正确的 힘들다 是什么 힘들다 是累 难 然后他上面 问他了 说 我六家呢 要不难吗 他说 有点难 肯定是有点难 좀 힘들지만 这个是正确的 那不答也是 不好 也是不正确的 答案就是3 看2728题 然后2728 他问 先看一下对话 他说 어떻게 오셨어요 你来做什么呢 有什么事情呢 他说 computer swap 我想听电脑课 de go shoot put there 想听电脑课 sintenso 是什么 申请书 어디에 哪里 肯定是 申请书 应该交到哪里呢 어디에 怎么样 看一下 答案是1 어디에 哪里 应该交到哪里呢 然后是2 哪里 教也可以吗 不正确的 新称色 是어디에 既然有어디에 在哪里 就不能用 哪里 就不能用 这个 然后 哪里 是完全不正确的 答案就是1 应该交到哪里呢 这是一个语法 然后他说 给我就可以了 是什么 护照 护照也一起给我吧 很张 怎么样 之后 就给你 我把它怎么样 一张之后 就给你呢 看看 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 说明 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 拜托 也是不正确的 第四个 是什么 复印 我复印一张之后 就给你 然后答案呢 就是4 这就是28题 看一下 29 30题 这个呢 是韩国的 唐通母的 是什么 传统文化 什么意思是你 有什么吗 你对韩国的 传统文化 有什么吗 看一下 款性 是什么 款性 是你关注 韩国的传统文化吗 对它有兴趣吗 是这个意思 一是正确的 第二个 减昏 二个是经历 有没有经历 有点奇怪 句子 经历 然后第三个 是习惯 是不正确的 第四个 是内容 也是不正确的 答案呢 就是一 你有没有兴趣 对它 有没有兴趣呢 然后呢 那么呢 那么民俗村 是什么 民俗村的意思 那你就来民俗村吧 如果你对韩国的 传统文化 有兴趣的话 然后在民俗村呢 有韩国的什么呀 韩国的 是什么 过去的一些房子 和 过去的房子 和过去的东西 有很多 然后 来这里呢 还可以参观一下 民俗村的美丽的景色 而且呢 还可以看 有意思的什么 公演 然后 如果来民俗村的话 就能看到 韩国的特别的传统文化 怎么样 韩国的特别传统文化 就可以怎么样呢 看一下 マンナイガハミダシ リルガ是什么 想要 考虑要不要 怎么样 这个呢 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呢 マンナイスウィスミダ 就可以看到 韩国的传统文化 如果你来民俗村的话 就可以看到 韩国的传统文化 第二项 是正确的 第三 マンナキロヘッダ モモハキロヘッダ 是什么 ハキロヘッダ 是商量好 要做什么 是不正确的 没有商量好 第四个是 マンナイジュラヘッダ 答案呢 就是二 第二十二次 韩语能力考试的 语法和词汇部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